一口咬下香甜分支 中秋总少不了柚子来应景 很多人喜欢吃柚子 那么也会剥柚子 但您知道柚子 怎么剥最省力吗 近期网络下网友就力推 只需一把刀子和汤匙 就能做到省力的剥柚法 方法是在剥皮前 先将柚子给揉一揉做SPA 接着眼中间用刀子把皮给切开 再把汤匙伸进皮股果肉间 轻轻以圆周方式歪一挖 最后神奇的只要手稍稍一动 柚子便完美地脱离 右皮的怀抱 开始 实际脚来水果行的 拨柚达人测试 比比左边是最多人 常用的拨柚法 先去柚子头再用刀子 由上到下的方式 平均划四刀 而右边则是网友推荐的方法 只是测试结果出炉 网友推荐的方法 竟比最常用的慢三秒 没有比较快 也比较省力 年轻的柚子会比较好剥 因为它还没有年 还没有到手碎 它不会黏肉 达人经验分享 尽管新方法不见得最快 但因为按摩 柔牙间已经达到初步 纤维表皮的剥离 加上又有汤匙帮忙 因此省下不少力 推测若用在老柚子上 省力的效果更显著 一定要洗手 因为会有那个油 那你再摸到柚子肉的话 你吃起来会酷酷的 尽管有人说 中秋吃柚 剥皮其实也是一种乐趣 但由于柚子皮硬 对手指有伤 或指甲脆落的民众而言 还是一种挑战 我们如何选择最适合的方式 开心过中秋最重要 接下来 中程言信语台北报道